一口气看完宋太宗赵光义的一生 公元939年 赵光义出生于金河南开封市 是宋太祖赵匡印之地 954年 赵光义英雄长赵匡印得到周世宗的重用 被捕为右班殿职 开始进入士图 960年周世宗去世后 其子周公帝派赵匡印北上抵御弃丹 当大军行至陈桥一时 赵匡印旋即发动陈桥兵殿 之后赵匡印率军回师开封 并逼迫周公帝善为称帝 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 在陈桥兵殿时 赵光义留在开封陪伴母亲渡市 当消息传来时 赵光义顿时欢呼雀跃出营 961年 宋太祖赵光义委任赵光义为开封营 此后赵光义开始寄于皇位 他仗着兄长的信任 广泛结交 各路豪杰才是陪执自己的势力 但宰相赵普一直主张拥立 宋太祖之子继位 反对赵光义继位 为此二人开始了十多年的明争暗斗 973年 赵普因风头太盛 得罪宋太祖而被霸相 随后赵光义就被封为晋王 自五代十国以来 亲王家经尹就是皇储的标配 而赵光义担任了开封营十多年 由此赵光义获得了准皇储的地位 976年患病的宋太祖 招晋王赵光义单独议事 其间有人看到 主影下的赵光义有时离席 片刻后又听到 宋太祖将祝福朝地上滑 并大声对赵光义说好为之 第二天 宋太祖赵光义离其去世 宋皇后随即派宦官王继恩 去叫宋太祖之祖赵阁方入宫 而王继恩却把晋王赵光义叫来 宋皇后见到赵光义大吃一惊 无奈只好承认现状 并请赵光义保全自己母子的性命 赵光义哭着达道 共保富贵 无忧与 同年 赵光义登基称帝 视为宋太宗 977年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 便开始了完成兄长 统一中原的夙愿 当时还有歌剧吴岳的前处和权章的陈宏进 以及连辽抗宋的北汉政权尚未统一 同年 宋太宗召前处陈宏进北上开封朝建 二人审时夺势 顺应历史潮流 自宪封江与宋 自此 宋太宗统一南方 979年 宋太宗统一南方后 目光转向了北方的北汉 鉴于宋太祖 曾三征北汉 皆因辽军援救而失败 于是 宋太宗制定了 围城打员 先退辽军 后取太原的方略 此战 宋太宗御驾亲征 先命攀美 围攻北汉都城太原 又派郭晋 大败辽国援军 然后 集兵数十万 猛攻太原 最后 北汉末帝刘继元 举城出墙 自此 北汉灭亡 宋太宗结束了 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 同年 宋太宗成灭北汉的余威 随即转兵攻辽 想一举夺回 幽云十六州 起初 宋军进展顺利 攻占了数座城池 并为幽州 辽景宗耶律贤得知 幽州被围 即令耶律休戈 率兴起增援 随后 辽军大举反击 宋军全线溃退 而宋太宗 大腿重两剑 只身成旅车逃走 980年 辽景宗趁宋军 大败而归之机 发兵十万 攻打燕门 此战 杨叶率数千骑兵 绕到燕门关以北 呼吸辽军 并与攀美前后夹击 大败辽军 战后 杨叶在辽军中 升危大振 契丹人但凡见到 杨叶的旗号 即刻逃顿 986年 宋太宗成辽景宗去世 新帝年幼之机 派三陆大军 再次北伐 史称雍西北伐 最初 三陆大军进军顺利 收复了不少师弟 但随着 辽朝萧太后 率军亲征持援 而东陆军主将曹冰 因孤军冒进 被辽军击败 致使宋军 全线溃退 宋太宗及令 三陆大军撤退 并命攀美和杨叶 护送占领城池的百姓内迁 但在护送百姓内迁途中 由于攀美指挥失当 致使杨叶 限敌被俘而死 此战的失利 使宋对辽 由公式转入首饰 988年 在对外战争 连续失败后 宋太宗开始 大规模扩大 科举取势 以加强众文风气 此后 文官的地位 逐渐压倒五官 从而奠定了 两宋三百年的 文官统治基础 995年 宋太宗在 扣准的建议下 立第三子赵衡 为皇太子 即日后的宋真宗 997年 由于宋太宗 在亲征辽国中 大腿中了两剑 而剑伤 始终未能痊愈 致使病情加剧 同年 宋太宗赵光义驾崩 中年59岁 在位21年